而疫情也烧尽了行政院 继立法院、监察院接连有助理跟公务车驾驶确诊之后 总统蔡英文也因为接触到确诊家人 要隔离到14号 行政院今天出现了三名的公务车驾驶染疫 而行政院的副院长沈隆金 还有行政院的副秘书长何佩山 他们因为都是驾驶的密切接触者 所以必须要采居家隔离 而目前他们最新的PCR采检都是阴性的 行政院今天下午也火速的设置筛检站 供内部同仁进行筛检 行政院贵宾市紧急架设筛检站 供院内人员PCR 因为有三名公务车驾驶确诊 副院长沈隆金缺席了11号上午 政院扩大防疫会议 他与副秘书长何佩山 都是染疫司机的密切接触者 两人双双被居家隔离 最新的PCR采检呈现阴性 副院长则照常上工 而这两位首长的随护 办公室同仁以及院内其他驾驶 跟清销人员共35人 快筛也都是阴性 日常的工作并没有接触 这些确诊的驾驶同仁 但为了审慎起见 院长今天上午也到医院进行PCR 经采检结果为阴性 隔着一条马路相望的立法院监察院 接连爆出助理公务车驾驶染疫 如今病毒过了马路烧进行政院 不止如此沈容金八号才与蔡总统 在电器枕上同框 肩并肩比赞合照 就怕延伸国安问题 总统府赶紧声明 蔡总统因接触确诊亲戚居家隔离中 八号十号筛检都是阴性 身体健康无余 但府院的匡列范围 指挥中心保密到家 服务高层 伟安在严禁 人敌不过 病毒强攻 记者赞成六位成台报道 我们下载 中文 郭 舣 员